可以把它直接先清除掉 然后也许就结合把那个VBA部分再全部完整 就类似这样 就是先干脆直接就在同一个工作标里面 直接就是注册切到这个资料就下载下来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把旧的删除掉 像我们刚刚是删除掉 然后再重新下载 特别注意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就是它的位置 像这个按钮如果预设的 假如你没有调整的话 它的格式 它的那个摘要资讯 特别注意摘要资讯里面 它预设是大小位置会随储存和改变 所以如果你比如说把旧的删掉下来新的 它那个按钮会一直好像移动位置 如果你不要让它移动位置 记得把这个按钮选取之后 再把它改成大小位置不随储存和改变 不然的话你那个那个什么 储存格每次一下子之后就乱跑 OK 然后呢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 最后再做个Final给各位看一下 然后我们一样是第一个先清掉旧的资料 然后资料就把它下载下来 有没有 就Refresh下来 但是呢 因为我们之前还做什么呢 我希望在这边插入两栏 对不对 插入两栏怎么插入 特别注意哦 我希望在E栏前面插入两栏 那实际上你可以写成这样 Colens 就是这个所谓的栏的储存格 那个栏的物件 那在E跟F的中间 E跟F前面 做插入栏的动作 所以你可以写成这样 Colens E到F栏 其实一下子两个栏我也插入了 有没有 E跟F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 它就自动帮我在E跟F的地方 做insert 有没有 就两个空白栏 所以其实写法就这样哦 然后再来上面要栏位名称嘛 所以我在Range的E1的这个地方 加一个字叫区 有没有 然后呢 在F1的地方呢 再加路接道 OK 这样都完整了 有没有 所以有个按钮就直接 产生这样的一个架构 就等同是我们上个礼拜 是自己到网路上去下载打开 然后自己插入两栏 自己再改上面栏名称 但是如果你现在呢 假如说呢 你希望一次就全部完成 什么事都没有做 有没有 按按钮就OK的话 那你可以写这样 所以这地方我再按一下 清掉有没有 在假设之下又更新了 又再来一次就好了 那再来输出公式 这个我想前面讲过 你就把公式丢到这里 然后清除 或者是说 直接把上个礼拜的路接道 再把它什么 再写出来 OK 所以最后的话 剩下的部分 因为有些前面有讲过了 所以请各位试着 把那个 这个后面的 其他部分 给自己完成吧 比如说像路接道公式 就是把这个公式 跟这个公式 跑一个回圈 输出两栏的公式 到这里来就可以了 OK 清除这个应该也差不多 就把这两栏的范围 资料清除 那路接道的话 实际上 就是把VBA的部分写出 就是上个礼拜讲的那个部分 只是说多一个区域的部分 OK 那今天的话 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那我们多了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下载 直接从网路上下载的范本 特别最重要 最重要是改这个网址 还有改编码方式 另外我刚刚有多增加了这个东西 那请各位再记一下 或者说细节部分可以再看影片 我待会把这个 这个的 这个程式放在云端上面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对今天的注意 就是做到这边就OK了 哦 谢谢大家